是跟香明鲜来看热闹的 只是万千再比一点 我推荷就吃啦 路上 灯七七 呃啊是 三杯啦 三个茅咪 八加九 九四光 茶水表 是我一定集 87分 不能再高 先信吧 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紫爆紫爆紫爆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小明子爸爸,我是Dr.莫莫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灵的事大大呢? 这几天雨下的实在有够大 听说整个礼拜都会陷入这样的滂沱大雨之中 而且是全台 重点是到处积水到处淹水 道路变成了黄河 还有墙硬升被冲倒了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 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安全 上周末就是921大地震 1999年发生了这一起重大强震 震撼了台湾 史上千人有无数的大楼坍塌 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还记得这恐怖的景象吧? 照理讲呢 上周末应该 重点要放在 这25年的防灾训练 就算不记得,但手机会记得喔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说到那一天 政府传来的国家防灾日的警报讯息 当年因为我人在美国 所以没有感觉 不知道小王当时在哪里 有没有被吓到 当时在台北的家里面 当时台北其实算是灾情比较轻微的一区 所以我被震了一下子醒来之后就继续睡了 但台湾的中南部好像就没有这么幸运喔 对,隔天睡醒之后看到新闻真的吓了一大跳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 虽然事隔了25年喔 如果年纪相当轻的听众朋友也别忘了这个历史的伤痕喔 其实最近有很多相关的专题报导啦 可以透过这一些整理 再了解台湾的过去以及现在 而说到现在 上个周末其实娱乐圈跟体育圈的新闻好像有一点盖掉了921喔 921的隔天922呢 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因为那天呢是时尚界F4的其中一位高以翔的名单 Godfraid真的是一个帅哥耶 他是模特儿出身 也累积了不少影视作品 但很遗憾的 离开了人世 他在5年前的2019年11月底 在中国宁波录制节目的时候 突然就倒下促世 享年就有35岁 也就是说 5年的之后如果他还在 其实现在也才刚40岁 而过了5年呢 其实粉丝亲友都没有忘记他的生日 还到他下葬的金宝山墓园 也就是他的纪念雕像之前献花 除了喜爱他的粉丝之外啊 演艺圈的好友当然也是少不了 对他满满的思念 像他的好兄弟毛家恩 还有篮球明星林书豪 都在社群上面发文怀念他们的好兄弟 不过由于高以翔是在参加 中国的陆中节目录制的时候出事 最近也有一位极高知名度的 台湾男偶像艺人 好像也要前进中国 很让大家担心会不会步上 高以翔的后尘 就是我们的金马影帝 金钟市帝武康人 最近传出跟中国接轨 疑似已经跟中国的媒体娱乐公司 签了经纪约 好像不是疑似耶 好像这件事情已经是拍板定案了 而随着咱们台湾土生土长 养成的金马影帝 还有金钟市帝 确定要去中国发展 这件事情也引发了许多的媒体 当然还有乡民网友们的关注 吴康人其实一直以来 私下没有什么明星价值 而且有亲民的形象 还蛮受粉丝的喜欢的 堪称跟林义成相对的 林富平男神 讲到林义成 之前的我是成都人之论 其实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很多人对于林义成 认为自己是成都人这件事情 在身份认同上 似乎也打上了一些问号 跟惊叹号 所以这次吴康人传出 跟中国的经纪公司签约 不少粉丝就觉得难以接受 说这些本来还蛮喜欢他的 但现在呢就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毕竟去中国发展的 文化人 艺人朋友 歌手演员有少过吗 大家不也是活得好好的 有些粉丝就表示 到底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发展呢 真心不懂 孩子你太单纯了 当然是为了 show me the money 就是为了钱啊 还有粉丝说 之前在奥运的时候 他狂发巴黎游记 但字字不提台湾选手 就觉得有点端倪了 真的假的 湘民跟网友的观察 也太细腻了吧 难不成 那个时候就在为这件事情布局了 当然也有粉丝说 其实吴康人的立场 从来都不台派啊 因为吴康人是眷村小孩 对于他的中国情怀 也不用感觉奇怪 大家有听懂这句话吗 如果你是长辈 或者像我们有一个年代的话 大概就懂了 这大概就是 本省人外省人的情节啦 但是 真的是这样子吗 因为毕竟 吴康人也算是年轻人吧 但很难说啦 说来说去 都是湘民网友跟粉丝在说 我们也来听听看 圈内人的说法 就有台剧的导演呢 表达自己的看法 觉得不反对艺人进军中国 对于吴康人这样的决定呢 表示祝福 不意外也很合理 加上他也普通说道 千万不要用踩自己母国的方式 来向中国的市场认输投诚 这里的母国指的就是台湾咯 因为吴康人是台湾土生土长吧 但如果改成祖国的话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这样子的言论 其实也是招来了一些 不同的意见跟批判啦 但总之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但我倒觉得 圈内人 这位汪姓明导 他有一段highlight 可能是很多 在台湾有了一定知名度 跟声望的演艺人员 真实的想法 他指出呢 台湾的影视市场 其实环境不够好 因此呢 如果要进军更大的市场 进行挑战是很合理的事 而台湾产业呢 应该要更努力的 让有能力的人 愿意留下来奋斗 而不是单后面 把去中国的人指为叛徒 说是这么说 但台湾的演艺市场环境 究竟好不好 而更有能力的人 自然是想要往高处爬 但是如果 这些所谓更有能力 更有才华的演艺人员 或文化人 都一直 稀进 往外爬的话 那究竟 台湾的这个演艺市场 跟环境 要怎么好的起来呢 感觉又回到 有一点 鸡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而上周末 其实 更炸裂的是 我们的演艺圈 跟体育圈 有了一些交汇 就在21号的时候 就是921当天 我们的天团5月天 就为中信兄弟的 周思琦 隐退主题周活动 参与了他们的赛后演出 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也闹得沸沸扬扬 有许多中信兄弟的球迷 认为 Why 为什么是May Day 五月天 这些劣迹艺人 啊不是 毕竟呢 当时他们一直口口声声的 跟中国 祖国 画上了等号 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球迷 不乐见五月天 来担任所谓 送行者 的角色 但没想到 最后又竟然变成了皆大欢喜 因为听说呢 其实五月天一起来 就是热爱棒球的 还曾经担任过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大会的代言人 2008年还出席了中职总冠军赛的记者会 2013年在街头献上倔强送给中华队 2015年还为中信杯的黑豹棋 青棒赛录制旋转影片 结果从小呢 就是棒球迷 哇 真的有一点身份的错乱 所以他们是中国的演艺人员 但从小就是台湾的棒球迷 但无论如何 刚才 小王 把这历史资料 一展开 你好像也真的不能说五月天跟台湾的职棒是没有关系的 再怎么样五月天当年也是很热情的球迷吧 他们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呢 偷偷听棒球的广播 广播 好感动 现在听广播的人应该比较少了 应该是听podcast比较多吧 然后他们在录音配唱的时候呢 也会紧钉的球赛 是不是这样证实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 还是学生的时候 还有刚出道成为艺人的时候 真的还是非常热爱我们台湾的职棒 就是我们的国球 棒球 九二一当天晚上呢 五月天从牛棚 走到球场的中央舞台上面 开场呢先唱了OAOA 然后又唱了《离开地球表面》 跟陈泰时期的杀气歌 周思琦口号作为开头 接着呢又演唱了多首 中信兄弟 球员的应援曲 中信兄弟 这表演的串烧啊 让现场的球迷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必须要是粉丝啊 你必须要是球迷 才会知道这些应援歌曲哦 如果你没有看过台湾的职棒 在球赛 你对于这些应援歌曲自然是陌生的 再来呢五月天跟周思琦 创办的球牙基金 里面的43名小球员 一起登场 唱了干杯这首歌 意思就是要把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以为他们的干杯是要喝酒精饮料 当然不是咯 毕竟现场还有小朋友 传承真的很重要 而如果真的要喝饮料的话 记得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饮酒过量 有爱升级健康 还有小朋友们可不要喝酒哦 最后也唱到倔强的时候 周思琦跟小球员们缓缓走出对望 象征着周思琦对棒球的初衷 跟热爱始终如一 同时也回顾了周思琦荣耀的职棒生涯 诶 倔强这首歌我本来以为是 某保险公司的主题歌曲 不过OK啦 我觉得就这样有在首歌曲 Coming From May Day 五月天真的很合适 在很多这种需要振奋人心的场合 需要演唱 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全场的大合唱 周思琦的应援曲 向他致敬 中心兄弟的队员呢 跟周思琦的好友们 也齐聚场中 互相拥抱 画面将当的感人 然后周思琦也感谢五月天 让他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都跟他联络了 其实真的蛮感人的哦 在场上我看到 其实是周思琦从最开始接触棒球 在陈泰时期的老战友们 但是这也是一段很不堪的过去 因为周思琦的职棒生涯呢 是从陈泰开始 球队解散之后 转战米迪啊暴龙 但当时呢 球队陷入了迁赌案 很多的球员都牵涉其中 周思琦当时也曾经被质疑过 但后来呢 法律证明他的清白 真的很不容易哦 当年的台湾职棒 跟现在的状况啊 不太一样 周思琦可以出淤泥而不懒 真的是很不容易 当时又是钱 又是枪 又是诱惑 又是威胁 能够全身而退的职棒选手真的不多 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人 之后呢 周思琦转战了兄弟相 他坦言呢 除了在那次球队的球员 背景无法让大家幸福 你只能看着球棒说 要生气一点 用球棒说服他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棒球 球迷们特别喜爱他 因为周思琦就是一位 努力行的 证明给你看的好球员 最后的迎退赛上 周思琦更有感人发的说 如果你跟我们的好兄弟们 在排桌上遇到 可以帮我跟他们说 我们一起回家去练球好不好 只可惜啊 很多上了排桌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 是球员还是专业人士 可能要下排桌 就有点难了 不过周思琦 在迎退赛上 这句经典名言 我觉得也很值得 送给听众朋友 他说到呢 是非之地就有是非之人 是非之人就有是非之事 大家都是热爱球队的朋友 过去受过伤 好不容易站起来 而且可以在这个球场上 立足看球 因为他们就是兄弟 最后还打了一个广告 不过我觉得 那个精髓就在于 是非之地就有是非之人 是非之人就有是非之事 所以呢 自然是要远离这些 是是非非的事咯 刚才我们有这个最后 然后小王也有一个最后的最后 没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就是周思琦 尹退赛 演唱嘉宾 五月天mayday的身上 毕竟要登上大巨蛋之前 本来是炮轰连连 球迷朋友都不买单 为什么最后大家却被搞得服服帖帖呢 五月天在最后演唱倔强之后呢 离开前 特别向周思琦 敬礼之意 随后呢 就协同其他的团员低调的离场 把舞台留给当天的主角 也就是周思琦 而这个举动呢 就让球迷们大为赞赏 原来如此 是不是还是要稍微包装一下呢 不过 五月天 毕恭毕敬的 也没有宣兵夺主 还是把主场啊 留给了周思琦 我觉得这才是所有的球迷朋友 真正就想要看到最后的送别吧 Anyway 我们现在要先听到 来自HOVA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 我们还没有要送你走开哦 广告回来之后 还有呢 好厉害哦 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 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 一点都不会却场 你也可以的 一回声二回首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 是这样吗 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 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 提供给视障者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 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 每年还会举办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 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 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 如有兴趣了解 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LB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我是Dr.莫莫金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 你是棒球迷吗 如果你是台湾人 但是没有在看棒球 好像有一点NG哦 毕竟棒球是台湾的国球嘛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小朋友 应该也看过台湾职棒或者电视转播吧 如果没有看过Live的球赛 等一下听我们节目 赶快去看一场转播吧 特别是台北大剧带下已经准备好了 以后大家如果到台北市看球赛的话 就方便多了 指的是天龙国的朋友们吧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出城了 而就在我们欢送周思琪哦 这位在台湾职棒历史上的人物 同时我们也在迎接棒球界 这位天才等级的怪物级球员 他就是大鼓祥平 这也是在921当天 压过921地震新闻的一个 超重量级的战机 之后大鼓祥平呢 在这一天达到51轰 51道的惊人成绩 OMG 这个记录真的是很猛耶 大鼓祥平在前一天对上了马铃鱼队 以6打数6安打 包括三支全雷打的贡献 加上两次倒壘 一举达成了50轰 50道的壮举 哇我只能说马铃鱼队真的被打爆了 被烤来吃了 并烤鱼了吗 但是更厉害的是在隔天哦 因为以为大鼓祥平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破 You are wrong 他做到了 那921当天呢 迎战了洛基 在第五局第三个打席中 把球扛向中外野 达成了本季第52发的全雷打 除了率领了道琪队 逆转了比数 也再度递交了51轰 51道的惊人成绩 921当天就创下 这51轰 51道的记录 大概真的只有大鼓祥平 这种神人等级 天才怪物级的选手 才做得到的吧 而且观赛的球迷朋友都说 该不会大鼓祥平是冲着60轰 60道而去吧 我觉得他真的有这样的意图 因为他在23号的时候 出战了科罗拉多洛基队 在9局下的时候算落后2分 但他随即轰出了本季第53支全雷打 单场四安打 而有两次倒雷成功的记录 所以本季已经来到了53轰 55道 Oh my gosh 53轰55道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又快要破另外一个记录了呢 大鼓祥平的其实只差一道 就可以追平林木伊朗 创下的日本选手 在大联盟单季最多56道的记录 感觉马上就可以追平了 我觉得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此时此刻 如果还有赛事 想必他已经突破林木伊朗 缔造了这个最新的记录了吧 所以比起我们台湾直报选手周思琪 是那种苦猎型的选手 大鼓祥平的就是那种非人哉不科学的选手 非人哉不科学 好吧 这样的形容词 我觉得放在大鼓祥平身上 真的也很合适 因为过去这样的形容词 总会出现在动漫啦 或者电玩里面吧 其实不少球迷呢 还有粉丝都说 大鼓祥平的神机 根本就已经比任何的漫画跟电玩还要夸张 像有一个日本的知名放球漫画 就是由满田拓野创作的 放球大联盟 里面的主角吴朗呢 就曾经说过 他理想中的救急球员就是 能打能跑能守 还可以三振别人的万能型的选手 当时这句台词呢 感觉就是一个漫画里面 不可能出现的人物 但现在就在现实中出现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大鼓祥平啦 他真的就是活脱脱 从漫画跟电玩里走出来的运动员吧 重点是他长得又好看 身强体壮又有钱 球又打得好 太太又漂亮 hello 这也太完美了吧 所以大家才说现实比漫画还要夸张 怎么感觉现实跟理想被颠覆了 能够这样颠覆的 大概也只有大鼓祥平吧 而我们还是要说说 这一次台湾职棒隐退赛周思琪的送别之行 其实你们知道吗 周思琪在赛后他其实还有一个心愿 而这个心愿看起来要请到我们的大家长 才有可能帮他完成 就是周思琪想在隐退赛之后 在台北小巨蛋立下纪念碑 纪念碑 难道是要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Gothray也就是高以翔 过世之后立着那种人形同向碑吗 主要是想要纪念台北市立棒球场 而我们台北市大家长 蒋外院市长也表示 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跟建议 已经请台北捷运公司 财政局还有体育局 成立小组全面研究 感觉好多行政程序呢 不过我想这应该也是必要的吧 虽然只是立个杯 可是杯要立在哪里 而且我没想到周思琪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可以立杯来纪念 当年的台北市立棒球场 而这个曾经的台北市立棒球场 究竟在哪里 是现在的大巨蛋吗 台北市立棒球场的原址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台北小巨蛋 它承载了很多民众 对于棒球的热爱跟感动 也是台湾棒球的梦想之地 蒋外院也说呢 因为他自己也是个职棒球迷 他在学生时代呢 常常穿的国高中的制服 到台北市立棒球场看球赛 你们能想象吗 我们现在台北市大家长 也就是蒋安安市长 当年穿着金色整齐的 国中生制服去看球赛 应该也蛮可爱的吧 因为毕竟蒋市长 也算是个帅哥对吧 嗯 当然应该也是个小可爱 蒋市长在看球赛的时候 当时的外野还是水泥楼梯 他就坐在水泥楼梯上面看球赛 而台北市立棒球场呢 也在两千年左右拆除 原来台北市立棒球场 是在Y2K两千年左右才拆除的 不过那时候我也不在台湾 所以也没有 catch到 我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有小巨蛋啦 而我们的蒋市长也说到呢 他日前去美国 访问美国大都会球赛的时候 就看他当地呢 对很多经典的球员 都有不同的展示方式 未来呢或许可以透过 力杯或是其他的方式 来达成周思琦的心愿 也要台北呢成为发扬 台湾棒球精神的重要地点 毕竟啊台湾的国球之一 就是棒球 我觉得宇球应该也可以登得上 我们的国球了吧 毕竟拿了那么多奥运的金牌 你说是不是 但是除了力杯之外 毕竟是要纪念台北市立棒球场 但如果历程同向的话 也可以把这些经典的 台湾职棒棒球员 全部都纳入其中哦 而以上呢 也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Dr.莫莫景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Send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诶 莫青哥 你刚刚说的立同向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耶 嗯 怪在哪里呢 因为呢在公共场所树立同向 感觉是应该对已故人士的极大尊崇 诶 所以活人就不能立同向吗 不过现在呢 活人死了好像都可以立同向就是了 因为呢像刻板印象 伟人才立同向 人死才留 像这样的观念呢 其实已经日趋改变 现在活人立同向的比例还不低呢 而且还做得栩栩如生 活人可以比死人做得更像 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些禁忌 其实做个同向也没那么可怕嘛 啊 还有像那些蜡像馆不也是这样吗 活灵活现的 而且呢还永保青春哦